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 昨天晚上美国的CPI年增率开奖了8.5个百分点 低于市场预期的8.7 我想大家都要问 就差0.2个百分点 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台股今天一度大涨超过300点 今天我们的总经专家 基金医生 志源哥来到现场 后来告诉大家 重点不在这个0.2个百分点 重点在展望之后 好 通膨的最高峰看来是过了 而且两大族群值得您留意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 台积电的前共同营运长 蒋上一说了 去中心半导体到大陆 是他一生最后悔的决定 今天台积电直线往上冲 股价非常强 高阶制程还是看台湾的台积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通膨开始受到压抑了 以前被通膨打压的股票 最近也在大复活 消费电子 组装代工 好 鸿海调高了全年的猜测 看来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复活 好 两个大复活带领的台股 能够冲到哪呢 今天会帮大家做解说 另外小哥来到现场 之前大户对台股其实是比较保守的 但最近也陆陆续续回笼了 好 回笼之后买什么呢 事实上大户还是很重视安全的 股价在低档 包括像面板股 筹码都变好了 好 低基期的消费电子类 高值率的股票正在卖向填席 这些都是大户们正在关注的 当然也是我们散户需要留意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喔 终于不用再听通膨的鬼故事啦 但是我觉得8.5%还是很高啊 对啊 你想想看 跟去年比你的物价什么的是涨8平均耶 涨8.5% 这有必要这么开心吗 这可能是我心中小小的疑问 我觉得市场怎么会因为这样0.2% 就嗨成这样 好 美国的7月CPI年增率是降到8.5% 本来预估8.7% 当然还有所谓的核心CPI 是持平的5.9% 本来预估6.1% 等于两个都优于市场预期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奖上亿奖霸 赵华以前采访过他 事实上也蛮尊敬的 当年他从美国 是被张忠谋打电话 亲自拜托回台湾台积电的 谁知道70几岁的老人家了 还跑去中心半导体 当场也是满头问号 但他有讲 加入中心是我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 事实上最近半导体的利空消息是很多的 可是好奇怪 所有的利空消息都让台积电不跌反涨 今天讲上一讲了 好像又让台积电又 upgrade 你看离开我的都是后悔的 离开我的都没有办法好好发展 所以这边请志愿哥帮我们解析了 当然第一个 我们最近在那么多金元代工的利空的冲击之下 是不是台积电依旧能够稳固世界霸主的地位 第二个当然就要解读了 差0.2% 差0.2% 真的要那么开心吗 会不会有回马枪啊 好 今天的两大重点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台积电我觉得还是站在世界的一个中心 当然今天讲霸这个新闻 我觉得真的是 让人家感觉有一点不声唏嘘 因为感觉有一点点晚节不保 事实上他当时候离开台积电之前 他曾经是台积电的一个灵魂人物 共同营运长 这真的非常大 那他被挖去这个中心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有曾经去过这个红心 那去过红心呢 但是后来爆发这个财务危机 那感觉上就是一个 有一种被骗的那种感觉 后来又回到这个中心 那么在中心呢 其实担任副董事长 那但是呢 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大号人物 也是从台积电挖过去的 梁梦松 梁梦松 他先去三星 再去中心 这两强居然在中心相会 其实那个时候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那个时候梁梦松 有一点不满 他扒了一封内部信 而且内部信呢 后来还被披露 就是说 我感觉到我不被这个尊重 有点类似有他怎么会有我 对 没错 寄生与和生量的这种感觉 那当然来讲 现在这个蒋爸离开 那他自己也透露了一个心声 加入中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唏嘘呢 我想有几个解读 第一个 其实呢 中国在晶圆代工产业呢 他为了要发展这个高阶制程 他不惜从这个台积电跟其他的公司呢 去挖角 那希望呢 把他这个高阶制程给做大 但没想到来讲的话 其实是并没有做大 反而呢 对台湾的威胁呢 是越来越小 那另外一点我提到就是说 其实呢 你会发现到现在的状况 包括手机也好 5G也好 这种高阶制程的应用面呢 是越来越广 这种低阶的中国晶圆代工呢 真的就是被狠甩 所以第一个解读呢 我想就是在产业面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就是政治角力的部分 晶片法案签署之后呢 代表的是什么 美中科技战是持续的一个开打 两国之间的角力呢 是暗潮汹涌 那其实台湾在这个地位里面呢 其实也扮演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他又跟美国有关系 又跟台湾有关系 自然而然就被排挤 那么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晶片法案签署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 是持续遭受到孤离 因为呢 他既没有办法拿到这个 艾斯莫尔的高阶的极子外光机 那在高阶制程的部分呢 他又没有办法持续的一个发展 所以他还是只能在 持续在比较低阶的 但是在低阶的这一块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 又没有像我们的护国神山群 这么完整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排名表现 除了我们的护国神山 这个圣母峰台积电 持续涨之外 你会发现到低阶 中低阶制程的像联电 世界先进跟利基电 涨幅的部分其实也是蛮强的 所以从这个台湾之间 台股今天那个表现 也可以看到一个端 好 所以台积电 因为它牵涉到是我们台股的指数 它往上走 包括它刚刚把所谓的 承受制程也一起往上带的时候 今天指数其实顺利突破前压 叫做15159 等一下会叫小哥来讲 这样突破是不是意义很大 但我们还是要回归到 美股的带动当然也是大工程 CPI差了0.2% 现在美股的欢庆 因为之前我们常常会有 所谓的一天行情 人到走廊 那这次我们该怎么判断 我想他们都没有开达人秀 其实我们达人秀已经告诉大家很多次 经济数据会怎么样 匹集 匹集之后就会太来 现在就是太来的时候了 第一个大家比较重视在 这个所谓年增的部分 是8.5% 因为上一次是9.1% 大家只着重于这个数据 其实我觉得月增的数据更重要 因为月增的数据就是跟上一个月相比 你看摊杆过去来讲 每一个月都会比上个月的通膨率增加 没有一个月没有例外的 但是到了这个月出现一个例外 为什么 它归零了 也就是没有比上个月更高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7月的CPI月增归零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 但是还够不够 其实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只有一个月 我希望能够看到连续三个月的降温 那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才会看到说 整体的美国通膨的压力下降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美国联准会的通膨的目标是多少 是2% 现在离2%还很远 真的非常远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 但是我觉得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觉得至少来讲是有一个好消息 那当然要拆解一下 我们其实前几次在达然秀都有提醒大家 有几个部分来讲 已经可以嗅到这个所谓通膨降温的迹象 最明显就是在能源这一块 能源这一块其实美国做的还蛮多的 包括就是释出这个战备除油 还有拜登叫这些加油站赶快降价 甚至于就是不顾一切反对 跑到这个中东去拜访 其实都是为了希望油价能够降 果不其你会发现到 蓝色的部分是7月份 这一整年的一个降幅真的还蛮大的 比去年的话降了32.9% 相较于上个月的41.54来讲的话 真的是降了蛮多的 另外降的还有哪一些 还有包括新车销售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也是有降的 二手车也是有降的 唯独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 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还是不能够太乐观 在食品的部分是逆势往上涨的 房租的部分 房屋的部分 房价 也是有往上微微的涨 所以这两块来讲的话 都是跟能源是这个CPI的中流底柱 但很明显只有能源降 其他两个并没有降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还要持续的一个观察 是 好 能源降大概也不太意外 其他的部分我们要怎么知道 未来的到年底可能还有三四个月 会怎么走 那我们有讲过 这个通膨的鬼故事 我认为即将进入尾声 这个司马爷爷说中国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大家都怕通膨 对不对 但是其实为什么讲说逐渐进入尾声 还没有结束 还是会有可能惊吓的部分 但是有几个方向我觉得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点 联准会是从三月份开始升起了 那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货币政策要发挥效果 大概就是半年 那也就是在九月份联准会再次升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会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下半年 今年的下半年开始的话 这个通膨的降温 其实我们从这个七月份的通膨数据 也可以看到一个端倪 第二个 刚刚提到 跟油价下滑联动的通膨 已经明显的趋缓了 但是我们有提到租金跟房价并没有 这个还是很重要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 市场上会不会有一个回马腔 这是要值得留意一下的 那么第三个 好现象是美元指数持续在下跌 我个人认为是九月份的联准会升起 我本来就不会认为 就是说它有三四码这样子的意外 那反而我两码的一个几率是比较多的 原本在这个通膨数据公布之前 预期升息三码大概还有将近七成 一公布通膨之后马上降到45% 真的降蛮多的 但是我本来就认为就是说 九月份在行这个英式升息的一个机会 本来就不大 好 因为那时候也讲了说 美国的就业看起来很活络 所以也担心这个通膨压不下来 消费会持续提升 不过无论如何消费力能提升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如果今天能够通膨下来 消费力复活那就太完美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不晓得剧情会不会这么完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因为高通膨的关系 所谓的消费端 事实上受到很大很大的压抑 股价有的都跌到三折四折了 好 现在到底有没有复活的可能 好 上次我们在谈通膨也提到 就是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有减缓 我们很怕消费力受到很大的压抑 紧接着就会看到美国 一个比较大的经济的衰退 但是通膨降温之后 我们发现到有几个产业 反而在过去高通膨的压抑之下 反而有败布复活的一个现象 第一个在哪边呢 就是在消费电子 但是我这边要强调的 这个消费电子并不是全面性的消费电子 而是在中高阶的消费电子 那这个代表这个公司呢 就是在组装大厂 特别是像鸿海的部分 那么鸿海呢 其实呢 它是聚焦在比较中高阶的一个产品 其实呢 简单讲就是iPhone 因为9月份要公布 这个iPhone 14要发表了嘛 9月份发表呢 鸿海跟合作会分时 第一波要多少 这个9000万支的一个订单 而且根据这个分析师的预估 iPhone 14要调高售价 15% 好 我要换机耶 对啊 如果涨价15% 还能热卖的话 这个对苹果或对这些 组装厂供应链来讲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多 那当然来讲 这个鸿海呢 这个法说我觉得也是要提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法说讲得很好 对 那这个鸿海目前来讲呢 在这个四大产品线的一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也会做一个说明 我们先看全年的部分 其实在上一次的法说 它提到就是 全年的营运展望是比较持平 这一次呢 不一样了 它变成长了 很多人在第三季的时候 法说是很惨的 对 它却变成往上成长了 对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波 其实你看这个鸿海的股价 修正的并不多 反而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那如果我们把它四大产品线 摊开来看的话 第一个消费智能产品的一个领域来讲的话 还是跟上一次像时评 但是呢 因为为什么 这个iPhone新机的一个销售 拉货 这一块来讲 其实弥补了原本的这个 大家担心这个智能产品的疑虑 所以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还是蛮强的 第二个云端网路产品的领域 其实它跟这个Google的合作 一直非常的密切 在这个云端产品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跟上一次的营运展望一样 两次都是认为说会往上成长的 另外来讲的话 在电脑终端产品的这一块领域里面 也是持续不断的往上成长 那在原件跟其他产品的一个领域里面呢 其实来讲也都是比较正向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整个四大产品都没有往下的 最差的也是持平 而且呢 其实全年的展望 还是偏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带动了整体的一个股价 所以今天其实我看不只是台积电跟鸿海 这个整个电子五颗都有复活起来的这种现象 鸿海这张图小奸诈 要念他们一下 你看都只有箭头 可是整体的展望明明是全部向上的 代表里面的数字一定有一些藏在里面的好消息 他还没有特别讲 对 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那当然来讲 郭台铭的名言 这个呢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比较一目了然 说看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 毕竟呢 鸿海的年营收已经是破灶的一个公司 要每一项都拆解 真的还蛮不容易了 那当然来讲我们刚刚其实提到 除了鸿海之外 刚刚讲到电子五颗 广达其实7月份的营收也是有创新高 厉害哦 而且呢 广达其实在 苹果的MacBook是持续的一个赶货 我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苹果自制的 这个M1跟M2的这个笔记型电脑 其实受到热卖 而且其实听说年底来讲 还要公布一款新款的MacBook 那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觉得广达应该都会持续吃得到 所以这一块中高阶的消费电子的一个组装厂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 那么第二块在哪边呢 就是在我们的电动车 那电动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跟通膨有关系吗 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的抗通膨法案通过 要提供减免的一个减税的优惠 这个法案很重要哦 要提醒观众朋友 之前讲晶片法案是注入了 520亿美元QE到半导体 这个就是对电动车展开QE了 对这个有7000多亿 那在这个电动车也是相当多 也就是你新买在美国新买电动车的话 每一部会补助多少 7500美元 那如果你是买这个二手的电动车的话 要补助多少 4000美元 补助的经验很多 如果以7500美元来算的话 二十几万也不少 对啊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大家因为通膨的关系 电动车产业也受到影响 为什么呢 锂啊 孤啊 孤儿其实都涨的情况之下 其实电池的材料成本 持续的一个飙升 但是呢 反映在这个消费端 还有包括在这个所谓售价的部分 美国的电动车也是持续的一个在上涨 五月份的平均售价呢 是涨了多少 百分之二十二 这里呢 我提到就是说 像这个特斯拉 你们看到它的各车型 其实涨的还蛮多的 涨价大家还是排队等 对 像Model X涨了6000美元 Model S是5000 Model Y的话是3000 这个Model Y的performance的话是2000 Model 3的话也涨2500 但是呢 在涨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看 需求面 完全没有减缓的一个现象 包括中国 欧洲 北美 跟全世界 其实都是持续成长 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次特斯拉 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还是对全年 这个出货 这个150万台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 一个目标量 这么乐观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其实电动车产业呢 我认为来讲 也是值得留意的一个地方 好 这个抗通膨法案 也是因为电动车的电池 有没有 其实被中国大陆掌控蛮多 所以现在美国也在努力把电池这一块的核心原料 像锂矿 希望能够掌握住啦 跑到格林兰那边去占有很多的锂矿 所以这个电池大战也正在开大众 对 当然我不赞同这种侵占北极熊七地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投资机会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组装大厂的一个利多 跟着苹果的利多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过去我们会看含基量 今天我们要看什么 含平量 含平量 对 含平量高的这个ETF 那因为苹果呢 目前在NASDAQ 在S&P500 跟道琼都是重要的一个成分股 所以呢我列出比较强的 或者是跟尖牙股有关的 就是在这些所谓的ETF上面 你看最近这一个月的这个涨幅 它其实是一个很标标准准的 跟着这种大盘指数走的这个ETF 你看涨幅都还蛮高的 很多都超过十几个percent 像这个国泰标普北美 富邦NASDAQ100 永丰美国大型500ETF 美国这个永丰美国科技ETF 还有包括这个统一的这个金牙股ETF 其实呢涨的都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稳一点 希望稳稳地吃这些 含平量比较高的 那我觉得这些比较大型的ETF 在这个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相对来讲 会比较稳定一点 去年台股的大涨 很多都是半导体所带动 今年我们台股要回神 事实上苹果非常重要 苹果跟台积电 也更是息息相关 因为它是台积电 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所以苹果如果今年的新机卖得好 相关的苹概族群 可以留意之外 之前受高通膨压抑的组装代工厂 也会松口气 这边给观众朋友做留意了 当然广告回来之后 会来告诉大家 现在大户筹码也瞧瞧的进场中 但大户真的很厉害 他们挑的股票也是一样 触底回温 不会盲目追高 甚至连这个面板股 跌到这个票面值附近 都有好的筹码进注 真的现在消费电子都欣欣向荣了吗 有什么我们要注意的广告回来教给大家了 好 昨天有特别提到一个想法 因为最近如果看基本面的话 事实上基本面的坏消息还蛮多的 虽然通膨看起来高峰过了 但是Q3 Q4的展望 压力还蛮大的 这时候不妨用什么呢 事实上昨天教的是用技术线型 今天我们可以看筹码 因为筹码是真金白银 尤其小哥之前也比较保守 大户也保守 因为说实话看经济的前景 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最近大户也在试水温了 而且他们进来的股票比较安全 高值利率的 然后之前受到通膨打压 现在已经触底回温的 他们也蛮会挑的 的确 因为他们的消息走在前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突破了前波的低点 15159 突破之后就稳了 就一路往上吗 其实并不会这样子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最近研究发现 有一个筹码特别准 谁 叫散户的期货未平仓 上次你有提到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他在昨天是从空单变成多单 在前天是空单 根本就是赌晚上的CPI对不对 前天空单结果昨天大跌 昨天变多单今天大涨 大涨大赚了 那散户手机比较好 那最近这个大盘看起来是有点趋尖 就是大盘大涨 可能散户他就去做空 做空他又会再跌回来 跌回来大盘这个散户又跑去做多 那这个慢慢的股价这个大盘就慢慢走上来 所以它是趋尖震荡往上 那这种趋尖震荡往上 记得在长虹的隔天 假如开高的话 不要去追 因为它不是那种一路往上喷的 确实 那你要等到它回档 回档到这个短线的均线 那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不要去追高 其实节奏也不难抓 盘整盘嘛 沙滴下来接的时候 它又会再上去 没错 盘整盘最怕追高沙滴 反而要买低卖高比较好 好 那最近呢 为什么大盘变这么强呢 主要原因就是通膨下降 通膨下降 有些股票就会比较好一点 像第一个 之前受到压抑的高值率股票 都贴息 现在都开始要贴息 都慢慢的填上来 那第二呢 是受通膨影响成本大增的股票 像之前的铜价大涨 那最近铜价大跌 也就 这些股票就会受贿了 那看第三个 消费型变值 通膨严重的时候 哇你根本没有钱想买这个 想换新的手机嘛 那等到通膨降下来 又有钱买手机了 所以这个呢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好 刚刚讲到第二个就是说呢 之前本来大家可以转嫁给客户嘛 可是后来变成需求降的时候 它的原物料还没有跟着降 那就很痛苦夹心病 现在原物料也降了 对 就会比较好 就会比较好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2409的友达 友达呢已经跌一波下来 从最高点我记得三十几块 对 跌到这边呢已经打了多少 已经打了大概三折了 三四折 股价最低点到13块 还不错了啦 没有破十块票面价 真的 因为以前有过啊 这算有撑 好 可是最近 最近友达你可以看到 它的红K的次数蛮多的 对 而且它的主力的筹码 其实怎么样 变好了耶 都变好了 那友达呢 在高点二三十块的时候 其实主力都是大卖的 对 那最近主力买是谁买的呢 是外资买的 那投信也有买 那前事务大分点呢 也是波段买进 所以友达最近 只要大盘大涨 我发现 友达的筹码呢 都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友达 也慢慢的就涨上来了 那未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之后的利空 会不会打不下来 假如之后的利空 打不下来的话 那其实 对友达而言就蛮不错的 好 利空测试 而且可能要习惯 这个过去面板的景气 要走两到三年 最近感觉上 什么事情都加速 都很快 它也涨不到以前的高点 但好像也跌不回以前的低点 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档也是面板股 3481的群创 那一样呢 它的低点呢 也在前几天出现了 它的筹码呢 就没有友达来得那么好 是 友达筹码比较好 不过它主力也是有买 不过主力比较短线一点 那外资有买 不过投信没什么碰 那前15大分点呢 看起来是比较短线一点 所以各位呢 友达跟群创你要选的话 其实友达筹码会比较好一点 好 友达筹码比较好 好 接下来呢 是这个连接器的部分 好 6290的两维 它的连接器的客户很多 有Apple的 也有车用的 好 那两维呢 各位看一下 你看它的限期好像不怎么样 各位 它已经除息了 是 而且它也填息了 也填息了 也填息了 所以这个股价 你还原息值 其实已经快要创高了 那它也是一个通膨降成本减的股票 那我们看 它最近的主力呢 都是持续性的买超 那这种主力持续性的买超呢 各位 那个好的进场点呢 就是股价快回到月线 股价回档 主力没有跑的话 那个买点就蛮漂亮的 然后呢 最近这个外资有买 投信呢 也有买 前15大分点也有买 那两维的关键分点 它在低档 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买蛮多的 那重点两维 它有发可转债 是 你知道发多少了吗 多少 两维9 两维9 这家公司很擅长这件事 很擅长发可转债 懂发 而且它这次也是在低档发债 通常在低档发债的 我们都觉得这家公司 蛮不错的 是 这懂得股价的节奏 好 因为发债以后 可转债可以用股票来还 所以股价有琢磨的时候呢 债就容易还清了 对 没错 这个很多公司呢 就很喜欢 玩这个可转债 是 好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 高值率股票 哎呦 这个今年比较没有所谓的 除全息行情 但是现在开始有 填全息行情了 真的 今年除息的当天 其实涨的并不多 很多直接贴啊 贴了几天之后 这个国安基金说要进场 之后 大富 哇 很多股票就开始 这个卖向填席之路 是 不管是除息这个值利率几%的 18%的也准备要填席了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高级股票 像长龙 哇今天差点填席 阳明 光宝科 新光高 这些呢 都是高值利率的股票 那最近呢 这个阳明 这个光宝科 他的主持呢 也蛮漂亮的 像阳明 光宝科 这投信呢 也是连买 长龙 投信也是连买 所以这些股票呢 慢慢的走向填席之路 好 那我们再研究一下 这几档股票 这个走势是怎么样 筹码是如何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2603的长龙 是 很多人很关心 那长龙呢 是在这里除息的 那一除息之后 一除息之后 股价先往下走 对 慢慢的往上填 已经快要填席了 终于 对 他这一填起来 哇 这个值率超高 所以你在除以前一天买进的话 哇 这个席子你几乎都赚到了 那最近的 这个长龙的主力呢 筹码也不错 那这长龙呢 我们说 你必须要注意的是 是他的月营收 是 小哥常常提醒这件事 对 因为他的月营收 YY呢 是持续性的下降 下滑的哦 所以呢 在YY还没转付之前 嗯 其实短多还可以啊 是 那等到有一天呢 YY转付哦 其实这个投信的压力会比较大 嗯 因为投信他们要买YY转付的 总是 不好写报告啦 所以最近还可以 因为最近长龙 YY还有36%哦 不过他已经在衰退了 那下个月可能还有成长啦 那之后呢 假如没有成长的话 那个多单可能就要调节了 好 不过因为他现在运价 这个也在下降中 所以我觉得不如就看筹嘛 就跟昨天大家讲的 如果你对基本面 觉得还是怕怕的 可是技术面很强 你就遵照技术面嘛 那长龙的话 我们就观察筹码是不是持续好战 其实筹码还不错啦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另外一档是2881的富邦金 那天股鱼有特别来提到他 那最近的主力筹码呢 也有稍微小买 这个外资呢也小买 投信最近是连续的布局哦 是 最近金融股很强啊 金融期连涨5天 因为会觉得会不会Q3 有债券的利益回充 因为之前有减损嘛 殖利率飙很高 最近殖利率都在下降啊 之前账面减损的 现在账面要回充了 对啊 所以最近金融期真的非常强 真的很强 比大盘跟电子期都强很多 那这个 他的筹码看起来也还可以 不过筹码并不算大幅的买进 所以他的股价走的比较温退一年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 这个最近很强的一档股票 这个也是阿格力的爱 而且我对他很有兴趣哦 非常罕见 配股是一张股票配一张股票 一张换一张 这个是很久很久前 电子股才会看到的 现在已经十几年没看到了吧 对以前上次看到我记得是传奇啊 传奇呢 一张配一张之后 连续涨了四根涨平板 结果心向我想说他会不会如法炮制 没有没有 他也是除全息的当天 先往下杀 先贴着 先贴一下 后面一路往上涨 你说他看起来没有涨很多 他涨非常多啊 他从339块涨到410几块 对 他已经涨了20几%了 你把它乘以2就知道了嘛 一张配一张啊 而且还有配股息哦 他配的息子是非常多 所以你在这个除夕前天买的 其实已经大赚了 现在大赚 大赚了 好 那最近他的筹码主力买进 外资也买进 投信最近也在买哦 那分点进出呢 最近这也看起来是波段 所以这倾向呢 这个脚踏全息的话 哇塞那可就赚翻了 看他慢慢的往上走了 好 这个也是台股以前会看过的 科技股传奇 有一张配一张就还涨回原来的价值 手上就一张变两张 哇那是赚翻了 真的是很有意思 好 所以从小哥的说明中会发现 即使有些公司基本面的展望 可能还没有转好 获利也还没有翻上来 可是真金白银大户的筹码 巧巧在进驻 很多的高值利率股也慢慢迈向了天息之路 所以我们可以春江水暖压先知哦 当然要看您的门派 如果您本来就非常相信筹码的话 一定要关注这种现象的变化 好今天非常谢谢基金医生 志愿哥还有我们的小哥来到现场哦 志愿哥帮大家解读了这个CPI哦 比预期少了0.2% 不是这小小数字决定的 而是对未来展望的乐观哦 让市场现在持续的涨 尤其受到过去高通膨压抑的股票哦 现在反而哦吐了一口气 那小哥从筹码面也是一样哦 大户进驻的还是相对安全的股票哦 不要追高哦 不要去追求高风险哦 小心为银 相信一定赚得到钱 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哦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哦 在这个里面呢 赵华每天哦 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 跟投资的心法哦 很多人在问 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谷狗上面哦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哦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 赶快来听哦